为了插入缺少的力柱,我们首先创建一个新的截面。 如上一个视频中所示,我们可以使用新键干键命令来完成,不过这次我们使用导航器。 我们在导航器中右键单击截面,然后点击新键截面。 在新窗口中,我们选择矩形截面。 尺寸为50x50厘米。 材料保持不变。 现在我们在导航器中就可以看到新创建的截面。 接下来,我们点击新键杆键。 选择新创建的截面。 与上段视频完全相同的操作来定义其余两根立柱。 然后把它们镜像到另一侧。 现在我们要插入横跨整个中间板的板下部横梁。 首先,我们在立柱之间定义新的线。 我们先单击第一个和第二个立柱顶点。 单击一次鼠标右键。 然后再定义另一条线。 在我们定义衡量之前,需要定义线与线之间的焦点。 我们先点击连接线或感键图标。 来创建焦点。 然后选拨所有的线。 现在你可以在板中看到新创建的节点。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杆键。 杆键类型为类。 像之前一样我们创建一个25x50厘米的矩形截面。 并在点击确定之前点击编辑该类量。 我们需要衡量在板下方,因此选择其位置在面的Z轴正向方向一侧。 当前有效宽度选择1八分之一。 接下来我们只需单击相应的线就可以插入类量。 下一步是将整个结构向上复制一层。 为此,我们只需要选择整个模型。 点击复制和移动图标。 在新窗口中,我们将复制数量设置为1,若设置为0则为移动命令。 Z轴的正方向向下,因此这里设置复制的距离为-3米。 由于上层结构没有空洞,所以我们在导航器中选择删除它。 单击右键,然后在快捷菜单中将其删除。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两个横架。 横架的材料为刚才S235,首先我们来创建截面。 我们点击新建杆件。 然后在界面库中的压制公字钢截面中选择A7B200。 上弦和下弦的杆件类型设置为2,这样可以传递所有内力。 我们点击横架的两个端部节点右键单击定义好的上弦。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给干键定义5个中间节点。 来将其分为6个相等的部分。 在新窗口中,我们将节点数设置为5,然后单击确定。 接下来,我们插入斜向附杆和竖向附杆。 我们把它们定义为横架杆件。 它们的端部为脚接,也就不传递弯举。 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截面,其截面为欧标H形钢A7B100。 首先插入高度为1米的竖向附杆。 操作方法与之前定义的立柱相同。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节点轻松地以图形方式插入斜向附杆。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取消选择长度和方向才能启用任意的图形输入。 最后,我们向下复制上弦的四根杆键。 这里,我们不一定需要使用复制和移动命令,而是可以使用快捷方式。 通过按住Ctrl键选择对象。 然后按住Ctrl键将其拖动到所需的位置来完成复制。 第一个横架梁就定义好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